小雪 六四一四六四一四 啊 不好了 奇怪 小雪为什么跑出去了 小妹 你来回答 六四一四六四一四 老师 我等会儿再回答 干什么呢 上课时间都往外跑 大宝 你给我回答 老师 我 六四一四六四一四 对不起了老师 你们给我回来 为什么大家一听到六四一四 就都跑出教室了 站住 上课时间 你们怎么都在外面呢 我们就是出了 发现小孩 发现小孩 这是什么 糟了 怎么给西娜也抓了一个呢 六四一四 六四一四 什么六四一四 啊 带我去哪儿呢 我怎么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要暴露了 我们赶快追上去 不能让西娜说出我们的秘密 好 这是什么破警报器 老师带我去厕所干嘛 我还取不下来 哼 我回家找妈妈去 妈妈 你快帮我把这个取下来吧 妈妈 啊 妈妈不在家 算了 去找小精灵吧 小精灵 我需要帮助 你快帮帮我 小精灵也不在家嘛 怎么回事 大家都去哪儿了 怎么一个都不在家呢 是的 你们还敢来找我 说 我头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拿都拿不下来 还老是带我去厕所 其实这是个尿床警报器 实际上是这样的 给我起床 怎么了妈妈 大宝 你怎么回事 这么大的还尿床 小雪 你这招已经尿了三次床了 真是的 又尿床又尿床 家里都没有多余的床带给你换了 这也太好笑了吧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 我们的妈妈就去找了你的妈妈 凯莉 你在家吗 我们家小雪老师尿床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帮她 我们家孩子也是 快帮帮我们吧 这个事情啊 我想想 有了 这个给你们 这是什么 这是尿床警报器 尿床警报器 没错 孩子们一旦该上厕所了 警报器就会响起警报 提醒孩子们上厕所 太棒了 谢谢你凯莉 我们走了 现在你都清楚了吧 清楚了 警报器 警报器 收 孩子们 我已经找到 不让你们尿床的办法了 是什么啊 凯莉阿姨 只要你们睡觉前两个小时 不喝水 不喝饮料 该睡觉的时候去上厕所 晚上就不会尿床了 真的吗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试试 凯莉阿姨 我们昨天晚上就没有尿床 看来我的办法还是很管用的嘛 是的呢 大家也可以按照凯莉阿姨说的办法试试哦 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点赞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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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下期再见